再来看到台中一位民众控诉 他到一间知名的韩式餐厅用餐 在吃芋头的时候 咬到了一块长约三公分的刀片 还好有及时的发现 没有吞下肚 但是他跟店家反应的时候 对方却回说 你只是有发现刀片 并没有吃进去肚子里 实际找到业者 业者坦诚 食物处理器的刀片脱落 确实有疏失 但当下有跟顾客道歉 食安处接到投诉之后 也已经派人急查 讲起芋头中间连着银色物体 再仔细看 竟然是锐利刀片 民众控诉到台中这间 知名韩式餐厅用餐 差点把三公分长的刀片吞下肚 然后有归我说 我就是看到了刀片 而不是我记得到刀片 那我就很记忆 因为我是真的看你嘴巴 你咬 把它咬到刀片 芋头它是用机器切的 所以有一个刀片 的确断在这个芋头里面 那我们也跟他说真抱歉 我们就跟他讲说 那这餐的费用就我们帮你出了 这就是切芋头的食物处理机 业者坦诚 刀片脱落卡在芋头里面 因此从外观看不到有异物 还好民众当下发现及时 没有把刀片吞进去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刀片呢 超大的三公分呢 这样死了好不好 所以我就不敢吃一口 假设我今天 我的舌头有去吹那芋头 都是有我今天躺的医院的 业者说明 已立即进行维修更新相关领件 并加强员工的教育训练工作 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情形 实案处借货通报派人机查 现场发现店家天花板破损 食材喂离地等缺失 已经要求店家改善 只是食物里面藏有刀片 不仅造成当事人挥之不去的阴影 对店家来说 商誉也被大扣分 而且盘兴吴翔3 抬重报道